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就直接给了这个不要演了还来吧 然后他一点意见都没有 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 我蛮好奇就是他本人知不知道我到底要讲什么 好那就像学姐刚才说的 今天要讲的主题其实就是从这两个字开始 一个是演那另外一个是还 他们其实有点关系 可是其实不算是同一件事情 那他其实想跟各位分享的呢 是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到意大利 不过应该算西班牙去观测一个蛮特殊的天象 可是在这之前啊 因为讲了演又讲到还这件事情 所以想快速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天体之间的定义这件事情 因为个人有点强迫症 所以对于智这件事情比较在乎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 就是基本上啊 我们在各种天象里面常常会看到一些奇怪的字眼 比如说每年都会发生的木星冲 土星冲 或者是水星东大巨等等这些奇怪的字 那在形容天体之间的位置的相互关系的时候呢 最常见的是这个核 那核我平常对一般人解释的方式 就是移动的天体之间 他们互相最靠近的那一天 比如说土星核月 就是这一天你可能会看到土星和月亮 非常非常的接近 但其实在严格的定义上面 它应该是有跟坐标有关系的 它是赤金在数字相同的那一刻 应该才叫做核 那核这件事情当然是 对于一般的观赏者来说 应该是越接近越好嘛 那你越接近的话 你就可以用越厉害的望远镜 把它放得越大 看到越多的细节 所以呢 如果不止核的话 它可以互相接触在一起 那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应该是所谓的零 因为天体之间我们会用它们看起来的大小 把它分为小的跟大的 那今天如果是小的天体从大的天体前面移动过去 这个其实比较少见 比如说过去已经发生过的金星灵日 或者是水星灵日 或者是我平常可能会有空的时候去拍的 国际太空站从月亮前面跑过去 那我们称它叫做国际太空站 灵月等等之类的 那相反过来的话 如果今天是小的天体被大的天体盖过去的话 那它其实就是今天的主题了 我们称它叫做眼 眼盖的眼 可是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 在主题上面有提到一个环 这个环它其实跟下一个天象比较有关系 它是所谓的石 那如果今天两个互相接触的天象 它们的大小差不多的时候 比如说太阳被差不多大的月亮遮住 我们称它叫做日时 那或者是月亮被差不多大的地球的影子遮住的时候 我们称它叫做月时等等之类的 那日时里面当然就有所谓的日全时 日偏时 还有等一下会稍微提到的日环时的部分了 那要发生这些天象它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里面一定要起码有一个天体是会移动的 所以它们才会有接近或者是碰在一起的情况发生 那这个天体离地球越近的话 它移动的速度就会越快 那看起来可能也会越大越亮越精彩 所以呢通常是发生在太阳系内的天体 比如说太阳月亮或者是 不要说八大行星我们可能算到土星就好了 前五大行星之间的这个运动 可是毕竟就只有这七个天体 也是蛮无聊的 所以后来在望远镜越来越强大之后 我们开始观察的东西就可以变得越来越细微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今天的主角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的同星圆 那这些同星圆其实就是中间是太阳 然后接着往外延伸之后就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 可是呢在到达木星之前呢 突然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隙跑出来 这个在三四百年前就有天文学家 又或者是说数学家 他发现了一个叫做波德数列的东西 当然他只是凑巧发现的 这个数字本身也没有什么科学意义 他们发现这些行星之间的距离 似乎有一个数列上的关系 一直到后来啊 在1801年的时候 皮亚奇在中间这一坨行星里面 发现了最大颗的古神星 所以古神星其实还当过一阵子的行星 后来呢 大家发现其实在这个区域里面 有一大堆这种几公里大到几百公里大 不等的小石头 所以天文学家一直在怀疑 一直在设法去模拟计算说 这些成千上万的小石头 他们是不是本来应该要是一颗行星 就在如图的这个轨道上面 那后来为什么无法形成 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了 可是呢 在这些成千上万的小石头里面 他们就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从地球上看出去的时候 遮挡到后面的天体 那最容易被这些小行星遮到的 不外乎就是背景的恒星 那在讲到恒星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小小的影片 这个是我在几年前观测月亮 把某个不好意思 对不起 我对这个软体比较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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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现在看到什么画面 可以跟我讲一下吗 我这边有点乱掉了 黑画面 有画面 又黑画面 好 现在是黑的 现在是黑的 那我重来好了 现在有东西吗 正在分享萤幕画面 有看到你的powerpoint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 接下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个影片 是我在几年前 白天的时候 有一颗恒星即将被月亮 吃掉的过程 那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 小看起来比较小的天体 被看起来比较大的天体 掩盖过去 我们叫做眼嘛 那这颗恒星啊 它是金牛座的主星 碧秀五 所以这个天象正在发生 我们可以称它叫做 月眼碧秀五 那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 看看这颗星星 它在消失的过程 它比如说花费多久的时间 我们或许可以用它的亮度变化来判断 好 它瞬间消失了 这个画面其实是我还蛮喜欢 我觉得蛮可爱的一个画面 就是一个小亮点 贴在月亮的边缘的时候 你其实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消失 原因是因为啊 恒星虽然说都是非常巨大的天体 但是因为它和我们的距离 非常非常的遥远 所以呢 基本上 呃 绝大部分的恒星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视为点光源 也就是不占面积的意思 那既然不占面积 那它要在被月亮遮住的时候 其实会在一瞬间之内就消失不见 所以相对的 如果今天啊 如果今天被掩盖的天体 比如说去年 各位如果注意过的话 去年有所谓的月眼金星 那金星是离地球最近的一个天体 那看起来呢 它的面积其实非常非常大 那我刻意保留的就是 当时在现场的时候的声音 因为我必须要跟旁边的人 说明现在的进度 然后顺便把现在的情况给录下来 以防以防忘记 20秒 然后它会吃25秒 我们这次的观测地点 是在高雄的骑津海边 因为我们必须要挑选一个 天气最稳定最好的地方 才能看到金星消失在月亮的旱元 所以理论上会在51分12秒左右消失 要开始咯 开始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金星的亮度变化 跟刚才的恒星会有很大的不同 55 60 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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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眼看不到 还在 所以比估的还要再更久 在这次的天象里面啊 它一共后来把这个观测数据化成曲线之后 它的时间大概在26秒左右 比预估的时间再多了一秒钟 原因就是因为金星它的视直径其实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在知道的就是演恒星跟演行星的差别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今天的重点 就是演就是小行星要去演到很遥远的恒星的时候 理论上它应该都是一瞬间之内就结束的事情 那我大概从一两年前啊开始跟台南新风高中的天文台的台长 就是我们尝试着在可以观测的情况之下去观测所谓的小行星眼星 那所以每当有这种预报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横线掠过 然后它经过了台湾的南部 那因为小行星啊 它的大小通常绝大部分的小行星 它的大小只在几公里到几十公里之间 距离我们又有大概三亿到四亿公里这么遥远 所以其实要把它的位置定到 就是可以准确的从一个点前面移动过去 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所以在前几次的观测里面 我们碰到的很大的一个困难是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观测的时候的画面 那画面移动的非常慢 因为呢我们在观测眼星的时候 我当时准备加入眼星观测的时候 我就先问了前辈一个问题 那我可以观测到多暗的眼星 那他们的回答基本上就是 你的望远镜可以拍摄到的最暗淡的天体 那星空高中天文台呢 它的望远镜的主径是四十公分 所以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们用0.5秒来曝光 大概可以拍摄到13到14等的星星 对于一个业余观测者来说 大概13 14等已经是一个非常暗淡的天体了 所以理论上我们这天观测的时候呢 应该要能看到这个小点 大概消失每比一秒钟到两秒钟的时间 可是呢后来在预报的时间过后 全台湾这一次的观测没有人确实看到它的亮度变化 反而是远在北边的日本他们观测到了 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是 小行星眼星的误差 其实可以用几十几百甚至上千公里来计算 可能地球上是完全看不到的 所以一开始观测这个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 其实有一点没有成就感 就是自己熬夜在天空才待了半天 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直到有一天啊 我们发现就是其实天上的恒星 偶尔还是会被有一些比较亮的 最亮的星星演过 比如说在2019年的时候呢 曾经发生了小行星演天狼星 全天空最亮的星星 那天狼星虽然很亮 但它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恒星 所以它其实也只是一个点光源而已 所以它如果被遮住的话 也只是一个瞬间 所以我当时想要找这笔资料的时候 我把网路搜寻了半天 我发现我找不到任何一笔 关于小行星演天狼星的数据 我很好奇这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看了一下就是它的预报图 就是现在画面中的这个 可以看到的位置呢 分别是在南美洲的外海 然后还有巴拿马 再往上看一点应该是海地 海地应该是我们的邦交国 对就是感谢中华民国政府 那这些只有这些这么小的区域 可以观测得到 所以没有天文学家想去 以至于没有数据 我觉得是一件 似乎还蛮合理的事情 那我觉得有点可惜的时候呢 大概就在几天之内 就有前辈播出了一个数据 这个让我还蛮振奋的 上面的出体字啊 319 然后后面有一个Liona 它其实就是一般对于小行星的编号方式 319你可以把它视为是 它是第319颗发现的小行星 然后后面会再给它一个名称 或许是发现者的名字 或许是发现者取的名字等等 那后面这个HIP 它是每一颗恒星都会有的编号 那编号到底是什么 这个不是重点 当时呢让我很兴奋的是 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要演别人的小行星 它的亮度一样非常非常的暗淡 13.78等 14等 那我们可以当做是完全看不到了 可是会被它遮住的那颗行星 0.5等 0.5等可以算是全天空最亮的行星了 这么明亮的行星被遮住 它应该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天象才对 所以我看了一下下面的地图 在右下角的地图 在欧洲才看得到 于是我开始有了一个危险的想法 就是它一颗亮星被遮住几秒钟的时间 值不值得我飞这一趟 就只是为了看这样子的天象 于是我开始研究就是 如果我要看的话 我要去什么地方 在这次的这颗亮星被小行星遮住的范围 从北美的墨西哥到葡萄牙 西班牙 意大利一直到希腊 那因为去意大利跟希腊 一直都是我的梦想之一 因为我在学天文的路上 其实对被希腊神话 还有罗马神话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当时呢我在挑选地点的时候 我研究了一下第一个可能的地方是北希腊 可是比较尴尬的是北希腊是山区 那还有南意大利 南意大利也是山区 再来就是西班牙平地 可是我坦白说我对西班牙真的没有太大的兴趣 去西班牙的话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不知道我要去玩什么 所以我后来想的 如果我可以到了意大利之后 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冬天12月的地中海的气候 其实基本上都是潮湿多雨的 我们从最右边的希腊开始看 我们分析了一下天气 希腊的晴天率大概在 在冬天12月 晴天率大概只有20%到30% 其实是非常糟糕的一个数字 可能会因为这个数字 你根本就不需要跑这一趟 意大利稍微好一点点 大概30% 35% 可是到了西班牙的东岸 靠海的地方 它的晴天率可以高达80% 所以我在很想去的情况之下呢 我后来决定我要去意大利 到了意大利之后 可以依照天气 因为他们在整个欧盟的国内线 其实是非常发达且方便的 等我到了意大利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在三天 三天两天甚至前一天看天气 然后搭几乎算是国内线的班机 到西班牙又或者是意大 又或者是旁边的希腊 可是这时候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前面有提到说 小行星演星的不确定性 非常非常高 于是我就在 我就在Facebook上面问大家说 如果是生锈式 这么亮的一颗星星被小行星掩盖过去 这个预报的准确率可以高到什么程度 后来啊 我还记得是陈文平教授在下面留了一句 他问说演的是哪一颗小行星 我回他319的时候 他告诉我319是一个19世纪就被发现的小行星 代表他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小行星 那他的预报应该算是还蛮准确的 所以呢在听了教授这一席话之后 我机票买了 我就飞去意大利了 在飞去意大利的路上啊 刚好的天上呢 刚好可以就是一路半飞的天体 就是各位目前看到的这个猎户座 还有后面的天狼星 刚好就是前面跟各位提到的两颗最亮的恒星 天狼星我们无缘参与 所以我现在即将要去追的 就是猎户座的肩膀 那颗红巨星生锈室 所以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 关于生锈室跟猎户座的一些画面 这个是我在山上花了两个半小时曝光得到的影像 那简单的连线录像 生锈室啊 它除了很亮之外 它其实在最近几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 第一点 它是全天空看到的最大的恒星之一 所以它也是最早 人们可以透过强大的望远镜去拍到它的表面 拍到表面这件事情呢 它反映的其实就是它不再是点光源了 它是可以像是遥远的行星一样 是一个有面的结构 而且大概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就是生锈室的亮度 在几个月的时间之内 从0.5等掉到了大概接近两等 亮度瞬间衰减了三倍 当时大家的想法是 这颗年老的红巨星是不是准备要死掉了 那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兴奋 就是我当时啊 还就是有事没事 就会拿相机去拍拍猎户座 想说能不能拍到它炸开的瞬间 我当时有点疯狂的程度 还被一些朋友说 你有没有想过生锈室 如果有一天爆炸了 那你的后代就再也没有办法看到 猎人亮丽的肩膀 还有就是生锈室猎户座 还有跟天蝎座 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的故事 那我当时回答的方式是这样子啦 就是我觉得精彩的天象 当然就是能看到就要看到 那后人能不能看到是他们的事情 他们会有他们其他的东西 应该要去看的 这张照片就是 透过我记得是欧南天文台 所拍摄的生锈室的表面 它有白色的地方 其实就是它强大对流的一些斑点 新斑都已经可以拍摄出来了 那在2019 2020年的时候呢 它的亮度衰减的 这个是比例词 刚刚突然加上去的 旁边这个是前面出现过的 要跟各位介绍小行星带的图 可是两张并排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我们把左边的生锈室 放到旁边的这张图里面的话 放到太阳的位置 那连火星都会在这颗 巨大的红巨星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是把它当成比例词使用的 它是一颗非常非常巨大的红巨星 那当时觉得它可能一度要死亡了 可能会在几百年之内到几十万年之内死亡 可是后来可能有点失望 因为后来发现它就只是这个恒星的表面 这四张照片呢 分别是我们拍到了它在自转的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表面 有的地方比较亮 有的地方比较暗 它就像是长出了一颗年老的恒星 长出老人斑的样子 所以长出了一个斑 把它自己的部分给遮住 所以亮度衰减 这其实变成了一件很合理的事情 所以目前看来生锈室暂时 应该是不会爆炸的 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点别的事情 那看完恒星的部分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前面的小行星 小行星啊 因为它们的质量体积都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它们基本上都是不规则的形状 在移动的过程当中 也会用三轴的方式 就是非常复杂的旋转 所以这颗小行星 要去遮住后面的恒星的时候 它遮住的瞬间的截面积 长什么样子 其实对于它可以遮盖多久 什么时候遮盖到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所以每当我们在观测 小行星眼星的时候 会希望有大量的人 在所有可以观测得到的区域里面 大家一起观测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依照每个人 在每个不同的观测一点 他们的眼星的时间差 去画出一条线 那观测的人数越多 这条线就会越多 所以像左边的这张图 它基本上已经可以把 319小行星的外形给画出来了 那我觉得运气很好的一件事情是 这颗小行星在我12月准备去观测的时候 光是9月它就又发生了两次眼星事件 当然就是一些比较暗淡的天体 所以多了9月13号的这笔资料 以及9月16号的这笔资料 我们对于这颗小行星的轨道 对于它的形状就有更精确的认识 所以其实在这两个月之内 在出国之前呢 我想到就会上网去更新一下 就是这颗小行星准备把生锈室 掩盖掉的区域 有没有什么修正 那一只在过去两个月里面 大概都会有几公里的浮动 这几公里的浮动 其实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能够看到小行星 衍生锈室的范围 不过也就只有10公里这么宽而已 所以到了当天的观测啊 等于就是我又要跟 如果我飞到了观测地点 我等于是跟欧洲的所有观测者 一起拿起这张新的图 然后再去把319小行星的外星 一起去画出来 这个是一直到观测的前一天 就是有上网通报它的观测地点 然后所留下来的注记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绝大部分的人都还是一样 集中在三个大国家 西班牙 东岸 南边的意大利 以及北边的希腊 那后来我的观测地点呢 就在东岸 原因是因为啊 这个地方非常方便 我的观测地点在这个地图的右上角 望远镜的符号这里 那边刚好有一个小山丘 但小山丘不是重点 是因为那个小山丘的上面 有一个17世纪希腊人在那边盖的一个古堡 那我平常在拍摄画面的时候会希望前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有文化意义在里面的 或者是自然景观在里面的一些影像 所以我当时就已经打算要把这个古堡当成我拍摄 眼星的前景 那我从意大利飞过去啊 可以直接降落在画面中间下面的阿利坎特机场 距离我的观测地点其实只有10公里而已 是非常非常方便 所以在飞过去的过程当中呢 准备降落 我们在基翼的下方 可以看到就是我准备去的那个小小的山丘 它的海拔好像只有200到300公尺左右而已 所以降落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到古堡的上面去看看情况 天气看起来非常不错 所以当时其实是又兴奋又很紧张的状态 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隐患 就是这个古堡会不会在半夜的时候有管制 可能不能接近 不能进入等等之类 所以我在三角下有一个游艇码头 我找了一个备用的井 这个井的原因是因为这个雕像啊 据当地人的解释跟说法 它是伊卡洛斯 是希腊神话里面 因为那个带着蜡座的翅膀飞得太高 后来翅膀被太阳融化 摔进河里面死掉的那个角色 那我在那边待了很久 试图想要感受一下 为什么这个雕像跟这个港口到底有什么关系 不过结论是不知道 好所以呢在观测的前夕啊 其实大家关心的已经不再是这颗小行星到底有多大 到底轨道准不准了 大家关心的反而都是后面的那颗恒星 因为生锈是真的是一个太特别的星星了 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话题出现 在观测前的三四个月 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这个是模拟图 大家可以看到在左上方的格子里面 中间的那颗小行星就是生锈式 理论上我们传统看到的 小行星眼星就是这个小行星 然后慢慢的接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有把光电曲线同步画出来 然后他在一瞬间亮度减到零 因为是眼星嘛 所以他被完全遮盖掉了 后来等到小行星移开了之后呢 亮度在瞬间恢复 我们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画出前面的这些小行星的数据 但是我们刚才前面才提过 生锈式是一颗非常非常巨大的天体 我们仔细去算了一下之后 才发现一件事就是 这颗恒星虽然在六百多光年遥远的地方 但它的视直径大小 竟然大概跟这颗小行星差不多大 所以当时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 那我们就不能称它叫做小行星眼星了 它应该叫做生锈式石 因为它们是两个看起来差不多大的天体 在互相吃来吃去的过程 可是看到这个光电曲线之后呢 我才惊觉到一件事情是 如果它比小行星比它更小的话 那我们看到的还不是全石 它只能遮住中心的部分的话 依照定义来说 它应该要发生的是环石才对 所以这个时候等于是 是一个难得再加上更难得的一个天体 但是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是什么 但我突然开始纠结了起来 因为我开始不知道就是 我应该期待它发生的是 小行星眼生锈式还是生锈式石或者是环石 因为身为半个天文学家 我会觉得如果可以观测到历史上第一次日环石以外的环石的话 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可是就一个业余天文观测者 一个死老百姓来说 我飞了半个地球 结果你还不把生锈式完整的遮住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这一趟有点不知道来干什么 所以呢 就在这样子很纠结的心情里面呢 我们还是只能到了现场 再来见真章 那后来呢 我们就如愿的在古堡的下方找了一个地点 然后上面是猎户座 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影片 猎户座在画面的正上方 然后比较倒霉的一件事情是 在发生 在天象发生的前十分钟 有一片薄薄的云飘过来了 所以各位目前看到的不是杂讯 是薄云 运气比较好的地方是 这个薄云基本上没有什么在 它飘动的速度非常慢 所以对于到时候分析数据 应该还不至于有太大的影响 我当时拍完这个影像之后呢 一颗比较亮的星星 然后它的3D的亮度变化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它的头像是被 它是像是被剃的平头一样 这代表它的画面 星星中央的亮度已经超过了这台相机 或者是这个感光元件所可以 侦测出来的亮度 所以它等于是一片死白 在数据上就是没有意义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把星星调到眼睛看起来很清楚 的程度的话 但是你拿去分析的时候 在星星刚开始亮度衰减的过程当中 前半段其实你是 侦测不到任何的数据的 因为它都在处于过步的状态 所以我们必须让星星呈现在一个 有一个完美的曲线的程度 这样子你才可以把它的时间 它什么时候开始亮度衰减 到什么时候消失 什么时候复原 可以比较精确的定位出来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生锈是这么明亮的星星 我必须要 我必须要把曝光时间降得很 降得很低 所以我的地景刚好也很亮 它们就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虽然说这个画面看起来不太完美了 好 所以我们放大再看一次 大家可以这时候可以盯着 这个叫做生锈式的星星 看它的亮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那有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情是 我到了现场的时候呢 因为我在过程当中 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紧张的 我在紧张的其实是天气 到底能不能让我好好的观测到 等到我确定我可以观测到的时候呢 再一次 等到我确定可以观测到的时候 我开始想的事情是 原来我还是希望它是被演过去的 它是可以完全消失的 可是我们现场所有的人啊 都是盯着这颗星星 然后我的嘴巴一样在堵秒 所以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 它的亮度确实开始衰减 但是我们都亲眼看到它没有完全消失 所以旁边的人呢 在很兴奋的就是他们看到了环石的现象的时候 我后来在相机里面听录音的时候才发现我讲了一句 没有没有还没有发生 就是我的下意识在抗拒 就是这个天象已经结束了 而它的结果是环石 生锈是并没有完整的被遮住 我觉得这个现象还蛮有趣的 所以其实在结束了之后 我的心里面知道 眼的现象没有发生 它发生的很特别的环石 可是我的心情就是不太好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在走回饭店的路上啊 我们同行的人都没人敢跟我讲话 然后我们就默默的去睡觉了 等到睡起来之后 我的信箱就长出了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观测者 其实在观测完一结束之后 就把他们的观测结果 又或者是简单的报告 先提到了网站上面 大家可以就是先知道 自己到底在不在中心里面 然后它也可以用来判断 你的心心没有完整的被完全的消失 到底是因为你其实不在全时代里面 还是它发生了环石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在起床之后 大概把这些数据看了一下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一件事情是 我们的位置定得很好 预报也非常非常的准确 我们确实是在中心 在环石 在全时代的中心里面 只是后来呢 真的如所料想的一样 生锈是比小行星还要再更大 所以它最后发生的就是环石 所以我赶紧就是在饭店 在饭店就是开启电脑 用简单的一些软体 把数据先大概分析一下 先确定一下 我自己观测到的结果 到底能不能拿来用 这是当时在西班牙的时候 简单画出来的曲线 确实有降低 然后间隔的时间呢 跟大部分的人时间一样 大概在10点5秒左右 所以大家也可以从10秒钟这个时间知道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恒星 所以小行星在经过的过程当中 不是平常的那种 一秒钟两秒钟的时间 是10秒到11秒的这个过程 那回来之后 老实说啦 就是一直都还没有好好的分析 因为我其实我还有望远镜的影像 那还没有把它的结果分享出来 可是呢可以先跟给大家看一下 在有薄云的干扰情况之下 我把猎户座范围之内的7颗星星 生锈1到生锈4从上排列到下 它们在同样的时间区间里面 它们的亮度变化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生锈4 在第4颗星星的时候 它有一个很明确的降低 但是没有触底 好这个啊大概就是 截至目前为止的观测结果了 因为我后来其实有点偷懒 我把数据丢给了 就是在澳洲专门做眼星观测的朋友 他们有什么整理出来的结果的话 会在随时通知我 然后可能会在我自己的网站上发表之类的 好那我觉得结论是这样子啦 就是对于看过环石的人 比如说日环石 我们在看日环石的当下 我们都会感觉到一件事情是 这真的是一个很壮观 很令人振奋的一个天象 但是对于一个看过日泉石的人来说 你就会很明确的知道日环石跟日泉石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所以希望各位可以体会我刚才在描述的那个心情 就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生锈是没有发生泉石 没有被掩盖过去而是发生了环石 其实在我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仍然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虽然说从那天之后呢 我会半开玩笑的跟人家讲说 我是地球上少数观测过 除了太阳以外 恒星发生环石的人类之一 但是就是我脑海中的那个印象 最终没有可以把它储存下来 好那最后呢 除了就是环石跟全石的差别之外 跟大家讲一个结论 刚才前面有跟各位分析过 就是为什么最后的观测地点是挑选了西班牙 原因是因为它是晴天率最高的地方嘛 可是呢这张图是在观测的当下的卫星云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的观测地点 西班牙的阿利坎特 然后意大利的南边的山区 以及希腊北边的山区 天气最赖的地方 就是我特别跑去的 那个晴天率最高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人生其实不外乎 就是这个样子 再加上大家如果 还有印象的话 各位身边的朋友应该多多少少都有 在两个礼拜前跑去美国看日全石的 那早在两年前呢 天气预报都指出 两个礼拜前的日全石 天气最好的地方 应该是在美国南部的德州 越往北边天气会越糟 可是最后的观测结果 就是相信大家应该都略有耳闻 德州的天气糟到几乎快看不到 那我后来跑到了最东北边的地方去 那个地方反而从头到尾都万里无语 所以我觉得看天气预报是一件事情 在这件事情里面 我对于观测这件事乃至于我的人生 其实一直都是奉行的这个道理 就是你分析的再多 其实都比不上一个最关键的要素 就是你要让自己一直保持行动力才可以 所以我当时其实还是有方法可以离开西班牙那个地方 但是我有点偷懒 所以后来就在有国云的情况之下完成了这次观测 好 所以除了天文观测之外 还有就是一些观测的心路历程 今天跟大家分享 好 那以上谢谢大家 耶 谢谢 那跟同学的分享 对 那我先提出两个问题 然后看看现场有没有同学 哦不是 有没有老师们或参与者要有个问题 这样 谢谢 而且你有在那个对话框看到吗 我要先跳出来 哦呀 好可以 我可以看到了 生锈式的照片相隔多久 要怎么确定看到是狠心自转 哦 这个我没有办法回答 因为那个是拍摄的天文学家的分析结果 他说的 所以我相信他 所以他那时候没有给那四张照片间隔多久 啊有他的日期都会写在下面 非常非常非常详细的说明里面 但是因为对因为今天是示意图 所以我就只把图放上来 是是是 嗯 嗯 好谢谢 没有问题想对啊 因为就是就像我们会跟学生说 黑子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但有时候我们追着黑子看 好像也可以知道太阳在自转 对但是我开始要嗯好那个啊 巨星的情况这样对 那另外一个是就是刚刚在追问对 因为我实在是不是很了解对 为什么你那么期待全时你到底在期待什么 因为我知道日全时日滑时看起来不一样 OK这我可以接受但我说你对啊你内心在期待什么 不是那真的可以拍得到吗 可以啊可以啊就是我期待他完全消失啊 你会完全消失 然后你希望你到时候预期是亮度要触底吧 还是没变消失了 可能亮度却没有触底 不是不是呃 如果他完全消失了 那他的line curve就会完全触底啊 嗯 那你想要看他那个触底就对 哎我倒不是想看到触底 我想看到他真的不见 真的不见 然后又再出来这样是吗 对对对对对 哦我问一张问是因为这次那个呃 就是这个4月8号的那个呃 全时的时候 我有听到预报他们说日滑会超亮 然后也许会到满月那么亮 所以我理解说就算太阳被全时掉也不会很暗 就是就说如果你去看他的line curve 是不是还不会触底了 对对对对这一次确实是在 确实是在西南边吧 有一个非常非常亮的日耳嘛 因为您也在现场对吧 对啊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亮 非常非常亮的日耳 不过因为生锈是 不整个整个日冕也蛮亮的啊 对对对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日冕这种事情放到这么遥远的恒星上面 应该是再加上我们这种等级的观测应该是不会看出什么东西 是是所以你只是想要他变成零然后再上来对不对 想要有那样的like curve的记录这样ok 因为其实一直以来我在观测这件事情上面我都不是太我都不是太学术的一个人我我对每一个天象都会有一个像是想要写一个故事的想法 所以其实坦白说我在出发前猎户座的肩膀消失的故事我都已经想好了 结果后来因为他的肩膀还好好的所以我的故事就是不能用了对这个让我更加热烈 哇ok其他在场的老师们因为我们不知道时间有点不过是谢谢风雪非常丰富的内容 不过我觉得我可以给你一点那个comment就刚好反应在你的行动力上 你不是总是要保持行动力吗 因为我自己常常也会写一些东西 我承认有的时候我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脑海已经开始想我我做完之后我的附的那张照片我旁边要讲什么故事 但有时候maybe就是我们太想要那个故事被我们执行了 所以maybe以后你连写故事的部分都可以允许自己有点flexible 对啊对啊最后的故事不照我们原来预期的交奔线 但你还是你偶尔是有新的情节出来吧 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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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谢谢对感谢 在场有没有人要借这个机会就是提一下一些 我我比较好奇就是当然你刚刚有说希腊或罗马的故事给你很多影响 你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我不太确定 但是因为我觉得对啊就像你看你会说想到 你要搭一个什么样的地景对不对 然后或是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很多你的照片都是很美的 然后你都事先想过就是这些美感你是怎么样被熏陶或培养出来的 你有办法跟我们分享这个吗 谢谢 啊這個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嗯嗯 不过我觉得以以拍照片甚至是要去观测这件事情来说 其实我就一直以来都是你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足够的认识 才可以有新的想法才会有新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就是多读书吧 你也要可能多看很多其他的作品啊 对不对 对啊 我觉得别人的作品啦 又或者是不管是影像还是文字等等之类的 你可以透过别人的文字去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那透过影像知道别人别人怎么解读 你可以 我觉得就是在鉴赏别的艺术品的概念 去看别人的东西 然后把过去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希腊神话对我来说 它其实是一个应该要被我重复消化吸收之后 变成我的故事 所以希腊神话就是我的基底 就是我的基础的概念 所以如果我今天只是简单看了几个故事的话 那我就算是在介绍星座的时候 我也会被这个传统的故事给绑住 甚至会碍于它的翻译 我刚刚你觉得你讲一点 你说你会待在港口一段时间对不对 你试图要连结那个招像 对像是港口的部分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这边会放一个伊塔洛斯 这个城市 你就抓个路人来问一下 我不会讲西班牙文 但我还蛮想的 对 有时候从当地人 maybe他们小时候听过当地的长辈 讲过啊 也许会知道 对对对 所以比较可惜的是我回来之后 没有办法在网路上查到我想要的资料 所以可能真的需要的就是问当地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推行 可是我觉得你愿意待在那边 就是你让你自己稍微感受一下 那个是好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可以感受出来 但也许从上次那个经验 你觉得你没有感受出来这样 现场的朋友们 对我觉得我还蛮喜欢你一点 就是你会把 我也感受了 因为我刚好看你这次日死的 那个雪地上的 那个算是唆时摄影 还有刚刚几个影片 你都一直堵秒 对不对 然后当然我觉得现在很好 都有一些预报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猜想 那个事件发生 大概前天后后一段时间发生什么 可是我觉得你蛮好 你都把它弄成好像怎么说 就是一个play 就是它一个流程 你都会想要把这个部分记下来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一些 都已经是分享的是单张单张的相片 这样 所以那个 所以 所以回来这个小行星 他的预报跟最后看到的话 真的就是像刚刚文凭老师给我们的概念 就是如果很大 通常是预报可以比较相信 或者年代古老是这样的 对啊 因为它你可以在这么久以前就看到它代表它足够大足够亮 所以你要去定位它应该是一件相对更容易的事情 那以结果论来说 这个结果跟预报其实是非常非常吻合的 你有遇过其他你想要看眼星 然后也是就是跳不到 或者跑出视野 或者本来你以为它中间然后跑到边边的 一般的小行星眼星失败率非常非常高 十次大概失败个六四七次都是很正常的 甚至一颗十四等的小行星 你都不一定可以找对 你可能看了半天是看的是它旁边另外一颗比较黯淡的星星 这都是有可能 所以你驻扎在一个晴天数够高 然后你可以常常去看 才能够把那个风物变大一点 对对对对 所以身为一个平常在南部的人 他的晴天率比较高 我就觉得 对你真的很幸福 对如果有这样子的社会 那我们在北部就可以偷了 啊预报不好 对对就是 今天是不是在台北 对北部很有理由就是不观测这样子 有吗呢 在场的朋友们 有没有人要问问题 机会难得 你平常是在高中社团教课或是大学 呃那个那个 呃呃有开课吗 还是我不要讲 呃我在社团就只是挂个名啦 啊我在各地都有开一些课程 线上课程也有 对那上课这件事情比较像是兴趣 对就是喜欢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那如果有学生想要学的话 那当然我也很乐意去教他们 嗯 所以我没有把教学这个部分当成是一个工作 嗯 对 小安三明星 对我是 呀呀呀 苏老师问 人家跟着你 好了 下一个观测计划 下一个观测计划 下一个观测计划就是10月去挪威看极光 ok 对因为新的预报指出太阳极大旗是在今年春天到明年春天嘛 嗯 对最新修正到这样子的 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是把观测的时间放在今年的秋天 对那我个人啦我个人的目标是希望去就可以看到最强大的极光 所以我的想法是到了今年秋天之后我会一直盯着太阳的动态 那太阳如果爆发之后它的那些它的那些物质大概花个两三天的时间 两三天会到 对对对 然后我大概也花两三天就到它又到 对对 反正那时候应该 对对好 对这样应该是成功率最高的办法 对啊 反正就是每天都晚上天都黑黑的 好像也还好 对对对 对啊这也是也是没有趣 有些东西你可以事先做一点预报 你就可以做规划 对不对 是 好 苏老师这个答案满意吗 10月去挪威看极光 10月11月啦 12月可能就太冷了 OK 对啊就是太冷会对于户外相机拍摄有困扰吗 依照目前的设备看起来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对 负40度都还可以吗 对就是哪一类的器材可以撑得过这个气温 现在应该是都都可以找得到资料 OK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 OK 弄错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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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同学 至于